看就是判断 所以特别注意 我们如果刚刚这个方法 就是利用常用里面的设定格式化条件 关键在这里 新增规则的这个地方 所以你可能要知道 不只是只有用weekday 其他以后的方法都可以类似的话 只要让设定格式化条件 然后给一个范围 它会自动帮你去 把这个范围的资料做格式化 其实它有点像写程式 那个范围选举有点像跑回圈的范围 然后格式化有点像逻辑 如果为true的时候 它就做底下这个格式 道理差不多 但是如果说你要自己写程式的话 一样把它复制过 记得 刚刚那个去除的话 记得就是清除 这个整张工作表的规则 才有办法去掉 如果说我要写VBA的话 单一一样开发人员VIO PASIC 然后二的话 其实我们大概程式 我大概就是两段 我先弄一下 各位看一下 就这一段 跟还原 还原比较简单 因为还原我是用Range 整个Range把它改过就好 所以来弄一下 这样子 然后还原的话 就这样就把它还原 其实未来你也可以做两个按钮在旁边 这样跑一下 这样子就去掉 那怎么做 基本上的话 当然我们程式逐一来看好了 当然这边的话 我把那个可能比较不是那么重要的 我先把它删掉一下 OK 当然这边的话会牵涉到几个问题 之前我们是写过了 所谓的什么 For I for J OK 我们重来 OK For J应该没问题 For I应该没问题 For I等于第二列 到底下的什么 这边的话第三十二 看到 列嘛 For I等于第二列 到第三十二列 所以它会一个一个 但之前我们是指定某一栏 可是现在有十二栏 所以如果说你有十二栏的话 特别注意 你这边可能又要再多学一个 叫做For J J的话指的就是栏 OK 所以以后的话慢慢的 不是只有单一栏 就是单一栏 OK 比如说我们可能是哪一栏 不是 我们还有J等于第几栏呢 DA 其实A的话就是 特别说J不能用字串 你只能用数字 所以第几栏 第一栏 到第几栏呢 因为十二个月嘛 十二嘛 一到十二栏 然后NAS 一样打一个NAS 而且有那个说牌记得是在 I的回圈里面 OK 意思就是先执行第二列 第二列的第一栏 第二列的第二栏 它是这样执行的 一个一个跑 然后做什么呢 接下来的话 我就把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带到这边来做判断 如果什么呢 如果Sales那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的话呢 那我就是第I列 前面都用逗典后面哪一栏呢 这边这边就是这一栏 所以Sales I 意思指的是 这个里面的资料 一个一个的帮我丢到这边来 如果啊 主要判断什么呢 判断它是不是 礼拜六好了 VBA 我们里面也一样有weekday VBA里面也有 对吗 打weekday 所以呢 我们可以用VBA里面的weekday 这个函数啦 其实用法跟eSales里面一模一样 如果等于什么 等于7好了 7的话就礼拜六嘛 then OK 那我们就什么 Enter两下 打一个endif OK 然后做什么呢 把那个的底色 字的颜色 改成深绿色 底色呢 变成浅绿色 OK 所以呢 我们可以打一个Sales 先点什么 点Fone Fone的什么呢 Fone的 Fone的Color 这个是字的颜色 等于RGB 如果我要什么呢 深绿色的话 绿色 绿色一定是0 逗点25 逗点0 这个绿色 但问题是我要深绿色 那底色是浅绿色的话 那怎么来 怎么去调出我要的绿 那你可以从什么 常用里面的什么 还记得吧 油漆桶 然后呢 这个到底什么颜色 不知道 你可以用其他色彩 找到那个浅绿色 应该这个吧 OK 然后按字定一下 它是204 255 204 该取个整数 200 25 所以浅绿就是200 200 中间二物 那深绿的话呢 这个干脆把它往下拉好了 声绿了 没有 所以声绿会什么变化呢 0 0 干脆变100 这样比较好记 有没有 声绿就是另外两边是0 然后中间是100 我应该知道这意思啦 所以呢我就知道声绿浅绿 然后把它填上就好 所以字的颜色 假如说字是声绿的话 这边就是100 然后呢 它的那个底色的话呢 我可以先 先拿这个来 Copy一下 先贴 然后再拿这个来 点一下 点 intelon 这个OK 然后color 记得 最后那个刮符要加一下 后加 为什么 因为 如果你加了刮符 它那个点出不来 OK 那这个写法 这个应该是200 这边是200 然后 如果要 底色是浅绿 浅绿是255 然后这边是200 OK 好 这个是礼拜六的 那礼拜天的话呢 其实就把礼拜六怎么样 复制一下 然后改成 这边改成多少 改成1不就好了 可以看得懂这意思吧 然后底色是什么 底色我要 字的颜色红色 红色不要改 255 有没有 0吗 那底色的话是黄的 黄的是什么 红配绿 还记得吧 255 255 255 这边就是0 好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了 不过我们来转一下 好像会卡在一个地方 卡在什么地方呢 执行 有了 但是呢 有个地方 坏掉 错掉为什么 按针错一下 你想说这什么 有没有看到 它里面是什么 双引号 表示什么呢 看得出来表示没有东西 有没有 那为什么没有东西呢 如果将来 假设卡处 你可以这样 A1 它有没有线索 31 意思就是第31列的地方 OK 然后呢 J2 第二栏 所以应该什么 B31 看一下 B31 B31怎么回事 哦 里面怎么样 没有东西 那没有东西 如果你丢给那个weekday 去判断的话 它会出现错误啊 因为没有东西 有没有 你这里面没有东西 你丢给weekday 丢weekday说 一定会发生错 因为你丢给weekday东西 一定要是一个日期 它才会判断出正确的 否则它就会卡住了 它说形态错了 它不给你继续跑 那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只要在这个外面包一个什么 在一个tab if 什么情况下才判断 就是当什么呢 如果当这个里面的资料 这个里面的资料 当它是不等于空的 不等于没有东西的时候 then OK 我们才进到里面 所以最底下这边 一样要加一个end if 然后并且把中间这两个判断 按右 按tab 让它下一期 意思说 如果它等于空的 那就怎么样 它就跳过了 它就不会进来做逻辑判断了 OK 应该可以懂这个意思吧 那怎么 再来的话 如果程式你已经改了 其实你可以边写边改 那可是问题 老师 卡在这里怎么办呢 很简单 你把游标 这个游标 城市可以倒车的 怎么倒车 往上拉一下 它可以跳到这一行 再来怎么样 你看end if 8 它会怎么样 跳过了 然后发现 这个时候 城市就转弯了 有没有 它因为 里面是空的 所以那我就跳过去了 不等于空的才进来 意思是里面要是日期 才会进到里面做逻辑判断 OK应该可以懂意思吧 所以以后VBA 我觉得这地方还蛮 好写的 其实我也是常常一边写 然后一边改 一边写一边改 如果错了没关系 让它可以停在那边 上面再加一行倒车一下 OK 这个是VBA还蛮好的一个写作环境 这一招还可以学起来 剩下的话 把它执行 城市就OK了 OK 那最后的话 要把它恢复 恢复怎么恢复 特别重要 如果恢复的话 你就不用傻傻的 再一个一个再全部跑了 我们可以怎么样 从A2有没有 一直到L的32 那就是一个什么 范围嘛 所以我们前面讲过 你可以用Ranch A2 冒号L32 做什么呢 第一步 我要把它的字的颜色 改为 改回来变黑的 所以风color等于黑的 就是0,0,0 前面有讲过 看一下 OK 那如果说底色要去掉的话 那就Intel Color 等于什么呢 XLNUM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如果把 这个轻调的话 最简单的话 Ranch 有没有 A2到L32 的风color 变成黑的就好了 OK 底色呢 变成没有 这个好像前面也有讲过吧 我记得好像在第 好像第三次上课 OK 那把它还原一下 马上又还原了 所以这个是用VBA做的 还原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这两段 那这两段呢 稍微复杂一点点 云端上也有放 关键地方就这个啦 OK 如果没有资料就跳过 OK啦 画面呢 还给各位一下 那注解部分是后面加上去 如果 写完程式之后 我也建议 尽量 还是要 养成好习惯 就是说呢 程式 最好呢 写完之后 还是加一个注解吧 那另外的话 缩牌也是必要 像你会发现 我的云端上面放的程式 一律都会有那个缩牌 OK 那你要养成好习惯 以后 尽量缩牌也是写程式的一部分 虽然说 你VBA 如果你不缩牌 它一样可以run 但是呢 以后如果你不养成那个 缩牌的好习惯 以后自己程式很容易写错 都不知道错在哪里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如果用VBA 把它做那个 这个范围的资料格式化 该怎么做